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特朗普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 提到在貿易上容忍中國的傷害時間已經過去 再引發市場對貿易前景的憂慮 另外 民主黨也宣布向特朗普展開正式彈劾調查 加上美國9月消費者信心指數錄得9個月以來 最大跌幅 差過市場預期 都打擊了市場氣氛 令到美股要全面倒跌 道瓊斯指數 修士部26807 下跌142 標準普爾500指數 修士部2966 下跌25 納斯特克指數 修士部7993 下跌118 而零售股受壓 亞馬遜要跌2.4% 業績公佈前 Like 亦要跌0.6% 至於美國上市的港股預托政權 就要向下 騰訊接合港元報331.4% 匯豐報59.8.3% 中聯通報8.1.8% 中人壽報18.72% 中間郵報12.49% 中石化報4.72% 中石郵報4.14% 歐洲主要股市都是偏遠 資金流入公用等防守類股份 英國最高法院裁定首相約翰遜 要求國會優惠決定違法 增添了英國脫歐前景的吳明朗因素 倫敦富士100指數 收市佈7291 下跌34點 法蘭克福德斯指數 收市佈12307 下跌35點 法蘭克福德斯指數 5628 下跌2點 商品期貨方面 油價要跌超過2% 跌到沙特阿拉伯石油設施 雨襲以來最低水平 主要是市場仍然擔心 中美貿易的爭執持續 拖累原油需求 紐約旗油收市佈每桶 57.29美元 下跌1.35美元 倫敦布蘭特旗油 收市佈每桶63.1美元 下跌1.67美元 金價方面 金價觸及超過3星期高位 主要受到避險買盤 和美元下跌所帶動 紐約期間收市佈每盎司 1540.2美元 上升8.7美元 匯價方面 美元要下跌 美國民主黨宣布 向總統特朗普展開正式彈劾調查消息 以及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或較與其疲弱 都不理美元的走勢 美元指數要跌近0.3% 美元對港元報7.8396 日元107.06 歐元1.1008 英鎊1.248 瑞士法郎0.9861 加元1.3251 澳元0.6794 邏元0.6318 美國國負債券方面 10年期債券息率是1.63 30年期債券息率是2.08 接著就和大家跟進一下廣估現在的走勢 今早恒指是低海118點 現在跌幅很快就擴大 跌236點 佈在26,046點 而國負指數也跌73點 佈在10,197點 A股方面 主要指數也要偏遠 上升跌16點 佈在2968點 深淨跌75點 佈在9736點 而創意版指數也跌10點 佈在1684點 這一節也和大家先跟進到這裡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還會有其他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再見 要財Money Hunter提提理 現貨黃金賣入價1530.74美元 賣出價1531.23美元 現貨白銀買入價18.535美元 賣出價18.543美元 以上資訊由要財Money Hunter提供 要貌的 無優性 算頃 用刺濯